今日咱做一个好吃的拔丝地瓜 这道菜看似简单 很多人在家却做不好 这个做法您一定要收藏好 首先咱们把红薯去皮 切成均匀大小的滚刀块 这样呢它熟的比较均匀 然后咱们烧一锅水 水烧开之后下入红薯 煮两分钟 这个红薯煮一下它颜色比较好看 而且后面炸的时候它也不会糊边 接着咱们给它过一下凉水 控干水分后加一勺干淀粉 淀粉咱们一定要裹匀 锅烧油六成油温 咱们下入红薯块 开中火炸两分钟左右 给它炸熟炸透 大家做的时候可以用筷子戳一下 能戳透就说明熟了 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 我建议大家拿上纸和笔记下来 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这一步 油锅不用洗 直接加一勺水一大勺的白糖 全程开中小火 把糖熬化 中间咱们不停地搅 让它受热均匀 这个过程大概两分钟到三分钟左右 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气泡的颜色 会变成这种香油色 这个时候可以下地瓜了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地瓜上都裹上糖浆 这样做出来的地瓜 你想拔不出四肚男 你想拔不出四肚男